水果是大家非常喜爱,基本天天都多少有在吃的一种食物,可是世界上水果千万万,哪些水果是最有益于我们人体健康的呢? 今天就来为大家十大长寿水果排行榜。 第十名,紫葡萄。紫葡萄其类黄铜等物质对心脏提供三重保护。 中资可提炼预防心脑血管病变的保健药用元素,果皮可提炼优质食用色素,果肉可榨汁生产优质葡萄汁或酿制成优质葡萄酒,残渣可生产优质有机肥料,综合利用高。 一,缓解低血糖症状,葡萄中的糖主要是葡萄糖,能很快地被人体吸收。 二,葡萄能比阿斯匹林更好地阻止血栓形成,并且能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水平,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 三,抗衰老。葡萄中含的类黄铜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可抗衰老,并可清除体内自由基。 第一,第九名,葡萄柚。葡萄柚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是及预防疾病及保健于美容于一身的水葡萄柚果。 葡萄柚中含有钾却不含呢,而且还含有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天然果胶,宝贵的天然维生素P和丰富的维生素C以及可溶性纤维素。 一,治疗高血压及肾脏病。西柚是少有的富含钾而几乎不含耐的水果。 是高血压、心脏病及肾脏病患者的最佳食疗水果。 二,预防心脏病。西柚含有丰富的果胶成分,可降低低密度之蛋白胆固醇的含量,减轻动脉血管壁的损伤,维护血管功能,预防心脏病。 第八名,月菊。月菊其果汁里含大量多分类黄酮物质,它有很强的抗氧化、抗病毒作用。 经常喝月菊汁对慢性义肝有明显改善作用。 慢月菊中所含的抗氧化剂比任何水果和蔬菜都多,其中的花青素对心脏病和癌症的治疗很有帮助,还可以防止大肠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导致尿道炎。 一,增加毛细血管的柔韧性,可以纯净促进血管膨胀和伸缩性,防止血管破裂。 二,提供抗氧化剂,能消除使血管硬化的自由基,预防动脉硬化,因此月菊被称誉为循环系统里的毛细血管的修理工。 三,月菊既能强化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当然也能强化身体其他器官组织里的毛细血管,达到预防各部器官血管病变。 第七名,甜瓜。甜瓜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钙、磷、链等营养素,还含有可以将不溶性蛋白质转变成可溶性蛋白质的转化酶。 是补充维,是补充维生素的理想食品。 一,清暑热,解凡可甜瓜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即柠檬酸、胡萝卜素和维生素B、C等,且水分充沛,可消暑清热,生筋解渴,除烦等。 二,帮助肾脏病人吸收营养。 甜瓜中含有转化酶,可以将不溶性蛋白质转变成可溶性蛋白质,能帮助肾脏病人吸收营养,对肾病患者有益。 三,保护肝脏。 甜瓜地所含的葫芦素B能明显增加食验性肝糖原炙肌,减轻慢性肝损伤,从而阻止肝细胞脂肪脂肪脏维性及抑制纤维增生。 第六名,蓝莓。 蓝莓果实中除了常规的糖 酸和维生素C外 富含维生素E 维生素E 维生素B 超氧化物其化酶 SAR 熊果肝 蛋白质 花青肝 食用纤维 以及丰富的钾 铁 钦 钙等矿物质元素 维生素都高于其他水果 微量元素也很高 属高氨基酸 高铜 高铁的果品 一 保护眼睛 增强视力 蓝莓中的花青素 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式子质的再生成 加速视子质朴再生的能力 可预防重度近视 及视网膜剥离 并可增进视力 二 增强自身免疫力 蓝莓浆果 可以增强对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力 蓝莓浆果 也是一种高纤维食品 含有相当多的钾 钾能帮助维持体内的液体平衡 正常的血压及心脏功能 三 抗氧化功能 减缓衰老 天然的蓝莓花青素是最有效的抗氧化剂 USDA的研究显示 在人们经常食用的的四十多种水果和蔬菜中 蓝莓抗氧化能力最强 第五名 樱桃 樱桃 樱桃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 因为它具有非凡的营养价值 樱桃含铁量较高 比苹果高二十至三十倍 樱桃中同样含有退黑激素 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B、C 还有钾、钙、磷、铁等矿物质 以及多种维生素 低热量、高纤维 维生素比葡萄高四倍 维生素C的含量更高 一 补血 樱桃含铁量高 位于各种水果之首 常识 樱桃可补充体内对铁元素量的需求 促进血红蛋白再生 既可防治缺铁性贫穴 又可增强体质 健脑抑制 二 防治麻疹 麻疹流行时 给小儿引用樱桃汁 能够预防感染 樱桃盒则具有发汗 透枕解毒的作用 三 驱风胜湿 沙虫 樱桃性温热 兼具补充益气之功 能驱风除湿 对风湿腰腿疼痛有良效 樱桃树根还具有很强的驱虫 杀虫作用 可驱杀回虫 挠虫 掏虫等 四 收色止痛 民间经验表明 樱桃可以治疗烧烫伤 起到收敛止痛 防止伤处起泡化能的作用 同时 樱桃还能治疗轻 重度冻伤 第四名 黑莓 黑莓 也称鹿莓 其果实营养丰富 富含人体所必须的各类胺基酸和微量元素 具有促进血液凝固作用 延缓衰老 提高免疫力 促进脑袋血 降压 降血脂和抗心率失常等功能 同时 黑莓花还是一种很好的蜜原植物 一 抗癌 黑莓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这是一种有着很不错的抗氧化作用的物质 这是一种有很好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一种物质 同时 也可以治疗皮肤癌和肺癌 二 护眼 黑莓含有一些叫叶黄素的物质 这是一种可以预防止眼睛视网膜斑点形成的一种物质 这是一种可以预防紫外线的物质 这样眼睛就受到了保护 三 撞骨 因为黑莓含有猛这种向量元素 这是对人体骨髓的生长是很重要的 四 提高人体的抵抗力 黑莓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可以保护人体的心血管的健康 同时也可以降血压 同时也可以补充铁质 可以减少贫血的几率 第三名 香蕉 香蕉的含水量较高 约70% 且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膳食纤维 磷 钾 维生素 和维生素C 一 补充能量 运动员喜欢在上场前吃香蕉 这有助于临场表现 从营养的角度来分析 香蕉的糖分可迅速转化为葡萄糖 立刻被人体吸收 是一种快速的能量来源 二 保护胃粘膜 香蕉能缓和胃酸的刺激 保护胃粘膜 三 降血压 假对人体的耐具有抑制作用 多吃香蕉 可降低血压 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 研究显示 每天吃两条香蕉 可有效降低10%血压 四 润肠道 香蕉内含丰富的可溶性纤维 也就是果胶 可帮助消化 调整肠胃机能 第二名 性 鲜性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钾 维生素 维生素P 柠檬酸 番茄厅等十几种营养成分 果肉含糖 蛋白质 钙 磷 胡萝卜素 硫氨素 和黄素 尼克酸及维生素C 一 预防心脏病 胃属果食中含类黄酮较多 类黄酮有预防心脏病 和减少心肌梗死的作用 二 抗癌 性人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7 维生素B17又是极有效的抗癌物质 并且只对癌细胞有杀灭作用 对正常健康的细胞无任何毒害 三 止咳平喘 苦性人能止咳平喘 润肠通便 可以治疗肺病 咳嗽等疾病 四 预防慢性病 能够降低人体内胆固醇的含量 还能显著降低心脏病和很多慢性病的发病危险性 第一名 沙吉 沙吉因其营养丰富 早已风靡俄罗斯 日本 美国 德国 印度等国家 日本人称沙吉为长寿果 俄罗斯称赞沙吉为第二人身 美国把沙吉誉为生命能源 印度把沙吉叫做神果 早在1300年前 唐代藏医巨著四部一点中 就有30章 60余处 记载了沙吉的药用价值 在1977年 沙吉被列入药点 成为公认的药食两用植物品种 2008年4月 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沙吉协会上 专家公布 沙吉中含有428种营养成分 19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沙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黄铜 有VC之王 黄铜之王 维生素宝库的尊称 被誉为人类21世纪最具发展前途的 营养保健及医药植物 一些食物和香料中含有某些化合物 具有防癌性能 可将其列入抗癌食品的范畴 这意味着 每次你吃一种 其中包含某些天然癌症杀手的健康食物 零食或饮料时 你就离癌症更远一步 对各种食物和香料抗癌能力的研究表明 有一些食品在防止或减少某些癌症风险方面 比其他食品具有更大的潜力 无需多言 以下就是我们抗癌食品的前十名名单 排名从后往前 一 大蒜 大蒜不仅能聚敌吸血鬼 这种受人喜爱的草药 还含有松鼠植物化合物 可增强那些用以对抗 癌症免疫系统的细胞活力 吃大蒜有可能会预防肠癌和胃癌 这是英国的两个最大杀手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 大蒜通过其对凝血机制的影响 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人员发现 那些经常吃生或熟大蒜的人 患胃癌的风险降低一半 患结肠癌的风险 大概率会减少三分之一 研究结果发布之时 恰逢查尔斯王子 为提高人们对肠癌的意识 而发起花领带日 这类癌症是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杀手 每年被诊断出的新增患者 有三万人 其中一万八千五百人 会因此而丧生 每年被诊断出患胃癌的 大约有一万人 北卡罗莱纳大学 教唐山分校的科学家 对数以百计的研究 进行了回顾 调查大蒜预防癌症的作用 研究表明 一天吃一至两份大蒜 可能会有效地预防癌症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建议 尽量一周吃两到五半大蒜 或吃大蒜补充品 二 豆类 豆类是最佳植物蛋白来源之一 可提供大量的纤维 同时也是营养饮食的一个重要部分 具有抗癌功能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报道了豆类的抗癌能力 他们指出 大豆含有大量 已被证明可能会防止 或减缓细胞遗传损伤的植物 化学物质 因此 豆类对减少患多种类型癌症的风险 大有益处 同时具体研究表明 它们对预防前列腺癌 可能具有特殊的功效 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豆类的高含量纤维 有助于降低消化系统癌症的风险 三 胡萝卜 胡萝卜是背的胡萝卜素的一个极好来源 这种有效的抗氧化剂 能减少患各种癌症的风险 包括前列腺癌 口腔癌 喉癌 结肠癌 胃癌和膀胱癌 一项密尿科研究发现 胡萝卜素可能会减少患膀胱癌的风险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表明 胡萝卜有助于减少口腔和咽喉癌症的风险 除非的胡萝卜素外 胡萝卜还有一种叫做连液禽醇的抗癌物质 对连液禽醇和肠道肿瘤细胞的研究显示 连液禽醇能抑制细胞的增值 为最大限度利用这种天然癌症杀手的好处 人们应多吃生胡萝卜 因为生的比熟胡萝卜营养价值更高 但无论生的还是熟的 胡萝卜是预防各种癌症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西兰花芽和其他十字花科蔬菜 西兰花芽作为一种刺激人体细胞自我保护的抗氧化剂 能够阻止 甚至可能会逆转癌症 西兰花芽的萝卜味道来自一种植物营养素 具有预防自由基的保护作用 这种植物营养素对幼小植物有好处 但被人类食用时可刺激我们细胞的防护性能 1992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组科学家 在西兰花分离出一种抗癌植物营养素 称为萝卜流干 是萝卜流素的流配糖体先制 在先前的一项发现中 在三至四天西兰花芽中的这种植物营养素比 成熟植物中至少高20倍 西兰花芽含有特殊序列的有效抗癌元素 虽然它的实际营养含量比长成个的西兰花较低 在芽中萝卜流素具有催化剂功能 可提高体内的酶 这些解毒酶引发持续的抗氧化作用至少72小时 在天然健康食品商店可以找到有机西兰花芽 在网上可以很容易买到西兰花种子 事实上 许多人现在使用罐子或带托盘的商业催芽工具 来培育西兰花种子 在你下一顿饭中添加一些美味的西兰花芽 来呵护你的健康 五 煎辣椒 煎辣椒中含有辣椒素 这种活性成分让你的嘴唇 舌头 等等一切产生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 辣椒素本身可能具有一种能杀死癌症细胞 导致细胞凋亡的成分 辣椒在净化大师中 也是其排毒功能的一个主要成分 越辣越好 如果你能掌握好辣度 朝天椒比一般辣椒更辣四至六倍 使高维尔辣度级达到二十万单位 六 蘑菇 蘑菇对于全面健康具有极大的好处 当然少不了其抗癌功效 特别是在亚洲 中国人利用蘑菇的药效已逾六千多年 亚洲蘑菇种类繁多 一些最知名的是香菇 灰树花 灵芝 瓶菇和虫草菌 虽然吃亚洲蘑菇对人有好处 含有蘑菇提取物的补品中 也含有治疗成分 其中一种成分是氧化麦角固醇 研究人员发现其对人类前列腺癌细胞 具有疗效 具体地说 他们发现氧化麦角固醇可能会抑制肿瘤生长 触发细胞凋零 因此研究人员说 他们的发现确认了使用蘑菇作为化合物的来源 并将其用作治疗前列腺癌的新药剂 七 树莓 树莓是一种优良的抗氧化剂和植物营养素来源 名为花青素 可能会防止癌症 在发表于癌症研究的一项研究中 给老鼠喂食含有5%到10%黑莓的食物 其食管肿瘤数量减少了43%到62% 在随后的研究中 黑莓提取物抑制了结肠癌细胞的发展 同时对防治老鼠食道癌具有作用 在最近一次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研究中 就给节肢肠癌症患者服用了黑莓粉 研究人员发现 有证据表明黑莓对节肢肠癌生物标志物 具有积极的影响 足以让他们得出结论 对黑树莓的进一步研究 对预防人类节肢肠癌 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树莓可能是防证饮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8. 绿茶 开始每天喝到半加仑绿茶吧 量热均渴 让咖啡因见鬼去吧 绿茶含有表 黎四子而茶素 黎四子酸酯和而茶素 对癌细胞的克制作用 及其对舌尖的味觉享受 勿容置疑 EGCG大概率会阻碍肿瘤生长 考虑到日本人喜欢容易诱发癌症的咸食物和烟草 那里的胃癌和肺癌发生率可能会更高 注意 在北美很难找到真正的绿茶 你买的只是绿茶饮料或混合绿茶 最好的绿茶来自日本 亚洲超市中有许多品种 最好的盒装品牌写着天书般的字 还请注意 红茶在发酵过程中会丢失健康而茶素 而脱咖啡因茶在洗茶过程失去而茶素 9. 西红柿 西红柿是番茄红素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这是一种植物营养素和抗氧化剂 在煮熟或加工后的西红柿中 如在西红柿酱或西红柿之中尤为丰富 无数的研究已经探讨了西红柿和番茄红素之间的关系 及其抗癌作用 其中一项最大的研究几乎涉及四万八千人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发现 涉入西红柿和西红柿产品最多的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降低了35% 患侵略性前列腺癌的几率低53% 在这项研究发表七年后的后续阶段 调查人员证实 经常使用西红柿制品与前列腺癌风险降低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石、姜黄 姜黄是姜科的一部分 这种植物的根可研磨成香料 是咖喱的主要成分 而且还能使芥末呈现黄色 姜黄中的活性成分是姜黄素 使调味品带有辛辣味、苦味 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医学界中 姜黄一直被用作抗炎和治疗感冒及哮喘 科学家们已发现 姜黄、姜黄素似乎还具有某种抗癌性能 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的科学家已注意到 相对于美国前列腺癌的高发病率 印度的疾病发病率非常低 有人认为 这种差异可能与一事实相关 即印度人食用大量富含植物、化学物质的植物性食物 这种物质显示出具有预防疾病的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